今天我们来介绍一部美国科幻景总片 知名拜访 宇宙飞船在华盛顿上空坠毁爆炸 飞机残骸碎片散落美国大地 检测人员警告飞船碎片上附着了太空感染源 不要随便触碰碎片 但没有什么人在意这些 依然有许多因为好奇而接触了这些碎片 其中包括了女主的前夫 她无意中被碎片划伤感染 晚上睡觉时就出现了面目全非的可怕症状 可第二天又恢复了正常 但是似乎像是变了一个人 而女主是一个著名精神科的医生 她与丈夫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 这天她的一位病人表示自己的丈夫最近性情大变 加了养的狗突然对丈夫吼叫 丈夫居然动手弄死了她 接着晚上一只狗狗突然袭击了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动手掐死了狗狗 女主对此感到非常奇怪 她接触孩子的手发现一片怪异的薄膜 于是将薄膜交给了助手本 本通过检查发现这可能是一片人造皮肤 接着新闻报道声称 政府已经研究出抵抗病毒的疫苗 但其实这些疫苗是感染者的唾液 然后女主收到前夫的电话 希望儿子可以在她家住几天 她同意了 带着儿子前往前夫家里 半路上目睹了一场突然发生的事故 而警察似乎对此很冷漠 她继续带着儿子来到了前夫家 之后和本参加了一场外交家的聚会 回家后一个奇怪的男人在他家门口敲门 表示想要查人口 女主出于警惕并没有开门 第二天他走在大街上 发现人们都非常安静 这时收到了本的电话 原来之前的薄膜上有不死病毒 接着他们找外交官时 发现外交官已经感染了病毒 女主瞬间想起了儿子 他赶紧去前夫家 却没想到前夫对他吐出一口唾液 此时女主也感染了病毒 他赶紧离开 坐上公交车时碰到一位好心的黑人小哥 他告诉女主只要面无表情 就不会被感染者认出 然后女主装作感染者 找到本得知患有慢性脑癌 不会被传染 这时女主想到儿子得过慢性脑癌 认为救出儿子就可以研发出疫苗 接着他收到儿子的短信 儿子现在被关在奶奶家 于是女主决定和本分头行动 随后他装作已经被感染的样子 去找前夫 手上带着别的感染者的黏膜 成功将儿子带出来 当前夫发现不对劲时 已经为时已晚 还被女主打晕在仓库里 女主走透无路 带着儿子跑到药店 他知道自己只要睡着 就会被真正的感染 一直努力保持着处于兴奋的状态 可是还是抵挡不住 睡意来袭 他终于睡在了那里 儿子发现时 怎么都没能叫醒他 突然他想起来 女主嘱咐的话 将一个针筒插进女主体内 到达心脏 女主奇迹一般的醒来 之后本来接应他们 可此时她也已经感染了病毒 随之而来的 还有大批的感染者 他们要阻止女主找到疫苗 女主拿起枪 对感染者一阵扫射 感染者全部死亡 但对于本 女主只打伤了她的腿 就拉着儿子离开了 她带着儿子来到天台 终于得到了救援 影片最后 专家根据儿子体内的抗体 研制出了真正的疫苗 他们将疫苗注入了感染者的体内 阻止了病毒的侵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